歡迎大家收看 世界越來越爐 今天第一題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 最近中俄跟日本之間 有很多事情發生 從這個時間點來看 非常非常的近 我先把時間點整理給大家看 12月6號 普丁不是滿血出訪 阿聯酋跟沙特嗎 你看到他回到國內之後 12月8號就宣布 用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選 這是12月8號的事 然後12月15號 日本又宣布加強對俄羅斯的制裁 鑽石等等 禁止進口 大概中間相距大概就是一週的時間 在12月15號宣布之後 我們看到12月18號 俄羅斯外長就說 所有領土爭端都已經解決了 都已經解決了 這句話講的日本心裡很不舒服 然後俄羅斯總理 在19號到20號抵達了北京 我們知道曾經有過一段時間 日本跟俄羅斯的關係是非常好的 今天當然整個誤換性 大情勢有了一個變化 所以俄羅斯也不再是 兩年前開打不斷受到制裁 各種數字下降的國家 今天它整個滿血復活 它的經濟表現比德國還好 所以介老師你怎麼看待 特別是我們看到空出手來 要想想日本 對 日本事實上它在戰略上 原來在安倍的時候 它是拉攏俄羅斯的 安倍他自己說 他見過普丁是二十幾次吧 每次都深入交談 關係非常好 那安倍很重視跟普丁的關係 所以那個時候事實上的話 雙方關係可以說是 相當的正常友好 那俄羅斯一直過去 它有談過一個問題 上個世紀大概70年代 80年代它就有一個 俄羅斯有一個 共同開發西伯利亞 它每次跟日本當時在互動的時候 都是要談這個問題 可見俄羅斯對於日本的經濟實力 還是有所寄望 當然也可能是冷戰時期 為了拉攏日本 建立日本跟美國的關係的 一種策略性做法 可是一直沒有怎麼落實 不過日本事實上的話 跟俄羅斯的關係的話 是互動的過去 還算是蠻密切的 譬如說這個就是說 從庫葉島的這個煤氣管 事實上是直接拉到 拉到可以直接到日本 那日本事實上也投資了 庫葉島的天然氣的開發 然後日本的很多產業汽車 在俄羅斯都有設有據點 產品銷售也不錯 可是俄羅斯戰爭一開打 日本完全站在美國一方面 不但是立場站在美國 而且它跟西方完全對俄羅斯 進行各種制裁 這個制裁也包括 對於俄羅斯海外資產的凍結 所以對俄羅斯來講 就覺得怎麼會日本人 這個完全不顧自己的利益 當然日本基本上還沒有說 做得跟西方國家 甚至像韓國一樣 提供軍火給烏克蘭 不過經濟援助不少 政治立場也不少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現在對俄羅斯來講 可能俄日關係 從俄羅斯的角度來看 就是回不去了 然後未來的話 就是一種對抗的心態 另外一方面 俄羅斯要開發東部國土的話 過去比較寄望於日本 不太敢跟中國合作 那是因為歷史的因素 因為現在俄羅斯遠東地區 很多是我們中國的固有領土 尤其外星安 大東北以前都是 我們中國的領土 包括庫越島 那是因為中日北京 中俄北京條約吧 然後幾個條約 不平的條約 被俄羅斯就病昆了 所以俄羅斯也不太敢 讓中國的力量 進入到俄羅斯遠東地區 不過現在情勢已經轉變了 我覺得現在就是感覺就是說 俄羅斯已經對日本 不抱寄望 然後呢 所以跟日本人講說 沒有領土糾紛了 意思就是說 南千島群島 那個四個島的話 日本人不要再想寄望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拐點 對 這個拐點 牽動得很複雜 因為主要還是因為 日本向美國靠攏 那當然大家也別忘了 俄羅斯跟中國大陸 現在是背靠背的關係 這個關係似乎在往上 上了一個台階 那就是我們看到 就是在俄羅斯外長說 所有領土爭端 都已經解決 那是18號 19號隔天 19號20號 俄羅斯總理米索斯金 就抵達了北京 在這裡受到高規格的 一個接待 當然這個接待的方式 當然就是兩國關係的 一個具體而為的 一個細節 你看到它有這個 有這個月遺隊 有紅地毯 雖然抵達北京的時候 北京天都還沒亮 但是階級的規格等等 大家一秒就想到 那個六月來的布林肯 對不對 葉倫等等 對比極其強烈 光是那個照片定格 放在一起 大家就覺得 哇這個差太多了 所以當然就是 米索斯金來 他就講 俄羅斯跟中國關係 是歷史的最高水準之外 還認為是整個國際的 一個穩定式 一個壓倉式 所以我們講到這個日本 當然只是眾多 大國關係的其中一個 所以你怎麼看待 這一次這個米索斯金 他到北京來 然後是七個月之內的 第二次來訪 兩次陣仗都很大 帶著什麼任務 因為近年三月的時候 事實上 習近平跟這個 普丁簽了一個 雙方的經濟貿易 更緊密合作的一個協定 所以他後續的這些 所謂的 就是說這個落實 跟這個追蹤 然後目標的達成 就非常的積極 所以米索斯基 他這是第二次到北京 上一次他是五月去的 那帶了五百人 現在上海降落 大陣仗 四架客機滿滿的 所以今年這是第二次 他這個是12月19到20號 也就是前兩天 那也是把他的五位 副總理全部帶來 對 總理 然後五位副總理 全部都來了 我覺得這種就是說 基本上大家就是在盤點進度 然後展望新的方向 盤點進度的感覺 就變成他比如說 環境上面的能源的 財政的負責的官員 主要負責的官員 都對接了 對 財政部長 能源部長 文化部長 天然氣總裁 還有國家原子能的 總經理等等 你看到我覺得特別是 五位副總理還滿不尋常的 但其實上一次在開完會之後 米蘇斯丁據說 他就給五位副總理 對華的部分 分配了各種不同的任務 有的是什麼 天然氣管道等等 所以這次總理加 五位副總理全部到 他就是一個怎麼講 年終工作的一個盤點 第二年的工作的一個計畫 一定要帶到五位都來 他就表示對這個事情的重視 因為事實上現在這位 米蘇斯基總理 事實上普丁對他非常掃視 他說他是一個 紮實把政策落實的一個人 他是技術官僚出身 對 技術官僚出身 所以學科學的 本身文藝素養也非常好 那他這種做法就是怎麼講 上面定論的計畫 他這個落實的非常紮實 而且成效顯著 普丁事實上上個禮拜 舉行記者會說 他對中國關係 他是非常非常高度評價 他說雙邊的貿易 本來2024要達2000億 他說2023年11月 就已經超過2000億 提前達標 這個就是落實的功夫 有時候最高領導 他今天設個目標 那下面在執行的時候 的力度到怎麼樣 然後他的確實度到怎麼樣 那以現在這個米洛斯基來講 我覺得你看他做事方法 第一次帶500人 這次把五個副總理全部帶 他是完整的 而且他是真正要見到成果 那我想今年3月 習近平主席跟這個 跟這個普丁達成這個協議 我的那時候感覺 我就覺得他是一個中俄 在全方位的全面對接 然後都不是空談 都有實質的目標要達成的 那總的他就說 2024要達2000億 那現在沒有啊 那現在就2023年11月 就已經2181.8億了 已經超過2000億的目標 可見這個執行的力度多強 那另外一方面就變成就是說 還有就雙方這個幣之呼 就說這種貨幣交換的問題 這也是非常 他說已經完全擺脫了 第三國的貨幣 完全擺脫 這個不容易啊 這非常不容易 我覺得就是說 這些就看行政部門 因為他這個等於 政府的領導人 這個普丁是國家領導人 那這個政府領導人 他真的是做實實雷厲風行 那他除了他之外 他的副手也來啊 然後他的所有下面的部會手掌 都對接了 那這樣的一個政府領導 他這樣抓工作進度 事實上見到成效 我覺得也是很自然的 所以這次應該是實打實的 雙方的一個會面 這個當然這是李強邀請他的 總理級別 就是這個雙方 第28次的這個總理級的會晤 那當然我要問介大使 對於這個俄羅斯來講 當然最大的變化 就是這個對烏克蘭的這一戰 事實上俄羅斯這個版圖很大 一部分在亞洲 一部分在歐洲 但是從這個心理上來講 過去他們還是比較比較親 這個美歐 也比較嚮往對不對 所以中國始終是有所防備 那對照你看他 現在態度這麼的積極 極積極 那主要還是因為 在這個俄烏戰役當中 跟中國的背靠背關係 發揮了一個什麼樣的效果 這個光穩定軍心來講 對俄羅斯來講 中俄關係就是一個 非常強的心理作用 那另外一方面 就填補西方對 俄羅斯的經濟制裁這一點 那麼也是效果顯著 因為中國大陸今年 也就到今年的11月 同比去年的同期 11個月之間 中國大陸對俄羅斯的出口 增加了50% 50% 那這就變成是什麼呢 就是說 現在中國大陸 汽車進出口外銷 第一大市場是俄羅斯 71萬輛 71萬輛 對這個數字 我們覺得有點驚訝 就是說這個 哇一下子標到這麼高 因為這個西方 對俄羅斯的制裁 是把所有車廠都撤了 對像日本最近它那個 有一個是Toyota吧 它在俄羅斯的整個工廠就賣了 就賣了 它就賣給別人了 那像這個法國的保濕 事實上它整個在俄羅斯的 生產線也賣掉了 是一個中國車廠買下來了 所以就變成 過去這個名聲用品 這個沒有汽車也動不起來 那這個市場 中國車立刻就填補 對其實在俄羅斯 過去的幾次動盪 革命當中 都是因為民生物資缺乏 所造成的 所以當然普天非常重視 那俄烏開打之後 中國迅速填補了這一塊 那中國本來就是中國製造 本來就很強 所以我們看到 各項民生補足 然後汽車補足 然後甚至很多工業零件的補足 這個過程中才發現 中國東西不但好 而且很便宜 是是是 正好讓俄羅斯的消費者 去體驗了一下 中國產品的性價比 這等於是被大環境逼著去體驗 但是用了以後就回不去了 用了以後回不去了 所以這個是等於怎麼講呢 就是說對俄羅斯來講 是截然沒自己 對中國大陸的廠商來講 也正好讓俄羅斯的消費者 用親身的體驗 讓我們知道中國產品的 所謂的競爭能力 讓消費者從親身的體驗中 產生一種滿足 產生一種信賴感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互蒙其力 另外一方面 雙方用本幣交換 現在已經到95%了 希望將來要到100% 那也就是說 大家支付的工具 不是人民幣就是盧布 那其實我覺得 盧布本來是風險比較大的 它事實上它 可是俄羅斯當時 俄武戰爭開打以後 它就說你要買東西 要拿盧布買以後 就穩住了盧布 那盧布現在有一個優勢 盧布現在的存款利率是13% 就是說我覺得 今天手上抓盧布的話 然後就放在俄羅斯的 這個金融機構 13%的利息 那是很不錯 可是人民幣也是看漲 人民幣也是一個高度穩定的 一個交換工具 所以我覺得這個 也是雙方互蒙其力 不過我記得 普丁前一陣子他講 他這記者會也講說 他已經對西方的幻想破滅 對 他說他太天真了 他太天真了 去相信西方 多麼痛的領悟 真的是多麼痛的領悟 他是西方人 俄羅斯人從彼得大帝 開始西化以來 基本上就做一個西方的夢 我記得那時候 我在歐盟的時候 那個時候俄羅斯普丁 是極想成為 他想成為歐盟的議員 因為你知道普丁 他是德文非常流利 他原來是KGB派在東德的 這個幹員 所以德文非常流利 所以他對西方社會有接觸 所以他當拿到權力的時候 真的是刻意想跟西方 怎麼樣一體化 可是這次俄乌戰爭以後 他真正看清楚了 俄羅斯的希望 不是在歐洲 那俄羅斯也不能 把籌碼都放在歐洲 而是向東看 向東看以後 過去因為歷史背景 俄羅斯對中國也有一句 因為中國事實上的話 在過去一段時間 中國的農民 北方的農民 到了俄羅斯這個遠東地區 租了很多農地 那麼也讓俄羅斯人 對中國大陸有一些疑據 那過去在莫斯科 有這個中國的市場 那也是被俄羅斯政府 一夜之間全部把它關閉了 這個差不多兩三年前 大部分是溫州的商人在那邊 中國各地也有 那俄羅斯說關閉就關閉了 那現在看起來就不會了 現在是有系統的 跟中國大陸對接 然後可能對遠東地區的 資源開發好 那可能會借助比較 中國大的力量 我覺得從歷史上來看的話 兩個國家的合作 自上而下比自下而上好 為什麼 因為自下而上的話 可能民間之間的衝突 互相不了解 互相短視盡力 這個在基層的衝突會比較多 那一定要上層把這個規劃好 合作的項目好 在彼此政府互相諒解 合作的項目下 有序的進行的話 這個對中俄關係 是會比較有利的 你如果都讓民間 像基層的老百姓 那你就發覺會有很多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 從俄羅斯來講的話 它現在是從上而下的 那我覺得這個將來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全面對接 俄羅斯是非常有先進的 因為地廣人稀 所以很多地方不毛之地 但是中國人勤奮 然後掌握技術 然後現在也有資金 當然是個非常好的合作對象 這個地方也比較近 但是邀請中方開發千島群島 你覺得日本呢 這就是日本 我們看到俄羅斯外長一講說 我們的領土糾紛 就那都已經解決了 所以這個林芳正 那個官方長過來 立刻跳起來 不接受 表示抗議 然後邀請中方 把中方的角色放進來 共同開發千島群島 你怎麼看 其實之前還包括 黑蝦子島 要蓋一個口岸等等之類的 對 這些部分 我想基本上 特別提到這個 南千島群島 這個開發的問題 我想就是做給日本看的 也就是等於 有一點聯中治愈 那可是這個俄羅斯方面 政府後來又做了一個補充 他說是邀請中國的民間 一起來開發這個 南千島群島 俄羅斯的領土 那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這個有一點就是說 等於說是向日本示威 所以日本基本上 它的反應很強烈 那還有就是 黑蝦子島開口岸 其實這個黑蝦島 這個應該就是 這個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的戰場 那個時候這個叫珍寶島 珍寶島事件 那時候引起世界的駐紙 因為雙方正規軍都開大了 在烏蘇里江上面 這個珍寶島事件 那我那時候 我這兩週學生 我看了雙方的這個 我看尤其中國大陸 外交部有關 對珍寶事件歸屬的那個文章 我那時候寫的質地有深 因為他是照國際法說 他說烏蘇里江的主流 都是在黑蝦子島 就是在這個的北方 那當然 用核化界是以它的主流 以核流的主流的中線為界 他說這個就是說 這個黑蝦子島 它在主流的南方 當然是屬於中國這一界 那俄羅斯何嘗可以說 你在這個主流 那個有個支流在下面 因為這個黑蝦島 它是烏蘇里江兩邊穿過 可是主流在北方 南方是靠近這邊它是支流 他說當然由主流的中線 來化解做原則 這是國際公法的基本原則 那時候俄羅斯就搶說是他的 所以中國大陸就捍衛 捍衛捍衛 那個時候珍寶事件 那時候在文革時期 那個時候這個案 這個事情鬧得很大 當然後來雙方的這個 邊界談判 江澤民這個時代完全談完了 所以就是說當時是 黑蝦島是中間屬於 中間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 那就中間化了一條線 那現在看起來這些 雙方的合作的話 這個界線也不會太尖銳 但很有意思就是 當初雙方一人一半 但是現在來看 你就看這一人一半 開發的怎麼樣 對不對 在中方所屬的那個部分 高速公路等等 各式各樣的一個建設 但是在俄羅斯所屬的部分 目前還是一片荒涼 靠著摩托艇 氣墊船在通行 所以現在當然就是希望說 能不能夠再把中國 關係又好 中國力量共同來開發 那當然這個會是很敏感的 所以先試著開個口岸 試試看 那你覺得呢 在這個今年發布的 中國新版地圖當中 黑蝦子島可是全部納入的 對 這個我覺得還需要 再進一步了解了 對 這個因為目前為止的話 領土界限它是有這個 領土談判最後的結果 它都會覆地圖的 那事實上中俄的邊界 這個數千公里 事實上是完全探完了 從這個 從這個新疆一直到 這邊中間還有一個蒙古國 從新疆一直到東北 大概全部化解完成 那中國跟靈邦的領域的 這個化解是沒有問題的 只有一個南海 南海這個九段 十一段線 從中華民國 我們發指的十一段線 從中國到現在九段線 事實上是 一直被別人挑戰 可是其他的人 都沒有問題 包括還有就是 中印邊界的問題 中印邊界其他都沒有 現在就是說不單那一小塊 現在也快談完了 不單有一小塊 那所以就是說跟俄羅斯 是應該是沒有領土的 這些紛爭存在 那可能未來就可能 會存在共同開發 對那個 因為這個疆界的 這個化定是很困難的 很困難的 那要改變是非高度敏感的 可是可以共同開發 那我想俄羅斯的 心裡面的夢魘就是說 人口太少 對啦 人口太少了 所以他很怕 大量的中國人 進入到那個地方 可是他現在 已經願意開放 他以前是跟日本人談 聯合開發西伯利亞 那現在這個議題沒有了 那日本也沒有這個能力了 那現在有能力 就是中國大陸 那就是雙方共同開發 看看未來怎麼走 不過這一次我覺得就是說 俄羅斯代表團 在中國大陸 北京自治會談 他們談了很多 除了就是說 這些共同開發的一些問題 還有一些就是說 在國際社會的共同合作 那尤其在這個 財政部長的這個 互談裡面 我發覺有很多 具體的合作項目 而且他們要強化很多 現在在所謂全球南方 手上掌握的銀行的工具 包括亞投行 包括新開發銀行 包括可能加強這個 好上合組織 在經貿上的合作 還有既有的聯合國下面的 這些經貿組織中間的合作 那當然基本上呢 就是一個字了 終結美元霸權 對那國際合作 你必須除了槍炮子彈以外 你必須還有這個金融工具 你叫錢袋子 錢袋子的話 過去西方掌握兩個錢袋子 一個世界銀行 一個IMF 那這個都是可以到全世界放款的 那現在中國大陸 跟俄羅斯合併合作 就要開發這個亞投行 新開發銀行 這個是屬於這個 屬於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 金磚組織的 一個新的開發銀行 那所以這些東西 我覺得中俄合作 看起來都很具體 那你光看就是說 貿易量在這麼快 就達到突破兩千億 我覺得這個效率會很高 那麼也就是 從中俄的關係來講 我們從國際政治理論來講 它已經不是要改寫區域的 秩序 而是要改寫全球的秩序 對這就是我最後想請教 請杰老師做個結論 就是美國發動的 對俄的制裁當中 可能到此刻為止的結果 是遠遠跌破 美國跟西方的眼鏡 也證實了俄羅斯的強大 那當然主要是 中國我們看到背靠背的關係 功不可沒 而這個部分也意外的 讓中俄 在俄羅斯心中的一句 好像慢慢拿掉 這個朋友夠誠信 對不對 然後也夠有能力 然後也夠給力 所以呢你覺得這個 背靠背的關係 在米蘇斯金兩度 訪華等於是 再上了一個新台階 對於未來整個政治板塊 不只是日本啦 整個挪移會有什麼樣的 重大影響 我想就是說 基本上 這是一個全方位的對接 所以它會對區域的國家 會有一個共同的立場 譬如說對於日本 現在千島群島 也就是南千島群島 它就是一個指標 也就是中俄態度是一樣的 俄羅斯希望中國大陸合作 在領土問題上 都有一些共同立場 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於整個對於東北亞 這個區域的秩序 我們基本上個禮拜 那麼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六艘戰機 包括這個轟炸機 聯合進入到南韓的 航空自撇區 那是叫聯合巡航 然後這些聯合巡航 我想會影響這個 軍事秩序 政治秩序 那經濟上的話 現在它95%的這個貿易 是完全用到本幣來交易 基本上就是在改變 全球的經濟秩序 經貿秩序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在國際議題上的協調 那也是對國際政治的 一種秩序的一種展現 那譬如說俄羅斯戰爭 現在中國大陸 事實上是勸河促談 可是也沒有很明確的選邊站 那麼也反對西方的 這叫拱火 這也是一種立場 那也是跟俄羅斯 會比較貼近的 那在區域上 比如說中東 以巴的問題上 這些區域熱點問題上 都加強合作 那所以我覺得 這一次中俄展現的是 一個全方位的對接 然後呢不只是著眼於內 它不是內看的 只看到雙方的關係 它是一種往外展望全球秩序 那從區域秩序到全球秩序 從安全秩序到經貿財政的秩序 我想這兩個國家的結盟 論實力是夠的 論實力是夠的 所以這個實力 基本上過去美國認為說 只有中國有力量挑戰美國 在戰後 美國及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 現在要加一個 中國跟俄羅斯 就是一起來挑戰 所以就是習近平也見了 米索斯金嗎 講了一句話 特別強調 中俄建交明年是75週年 中國人每五每十 都要大慶祝一下 那希望中俄繼續攜手前行 我們也繼續看下去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夠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MUSA T高ほ MUSA T高 A T高 T高 MUSA T高 T高 FA T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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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高